这样子之后呢 如果我们直接看的话 它没有办法做每一个城市直接算 是因为首先发现 我们需要的是city level的daily weather 就根据每个小组 可能研究的课题不一样 你如果不需要用到daily weather的话 可以有其他的算法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每天的 当然在算每天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402个station 不是每一个station 它每天都有数据记录 然后同时还发现 如果把这些airfordstation给它 就是project出来之后 会发现有103个城市 它没有采集点 因为有这两个问题在 所以我们在算 每个城市的数据的时候 我们用了 我们首先就是只用了376个station 因为这376个station是每天在我们的这个数据范围时间内 12月1号到4月7号 它每天都有数据记载 然后呢 把这376个station选出来之后 这样下面我们要去算城市的话 我们首先是采用的是把每一个城市的city centroid给它画出来 然后从city centroid出发 然后用100千米的radius开始 选在100km radius之内的station 然后发现294个城市 用100千米的话 可以有match到 在接下来match不到的话 我们就是每50千米 每50千米 增加直到这342个城市 都有跟它最近的station给match到 然后这一步的话 我们是用的ArcGIS里面的point distance 然后如果用其他的像R或者QGIS 应该也有对应的方法 从这一步之后 就是每一个城市就会有自己对应的station 有的city可能会有一个 有的city会有两到三个或者更多的station 在它的match到 这样的话 如果有多个的话 我们就是用inverse distance waiting method去算 算这个均值 从这些你match到的每个station 每天你读取的记录 算一个均值 这个方法呢 我们是follow的这篇paper 后面的reference里面 我有写 就是follow的这篇paper 选100千米 然后同时如果大家跟课题不一样的话 或许需要选取的距离不一样 或许需要用的 这个不一定是要用city central 因为city central有它自己的问题 对于规则的城市来说 画出来的city central的点 或许会离得很远 这样子也不会够准确 在第三个reference paper里面 他们就会有讲到 比较重要的一些critical remarks 像用距离还是用怎样的算法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去看 然后对 今天我就准备到这里 谢谢大家 groo工 出炬 推炬 搭 五 零 张 庅 严